剛剛教過麥克風 OBS正在使用零度的BOOF 就玩另一輛了 號稱最有配搭的車 但其實它是沒有配搭的 這個叫Type-5 Heavy 打近了 它有兩大問題 第一,它的裝甲是非常平的 而且非常長身 長身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人家一上甲 瞄你很容易瞄 瞄你平的那邊 你怎樣放在頭上 那塊甲還是厚度 不會因為角度加成而變得很厚 厚度加成是很少 所以,它的裝甲有多厚呢? 它就真的只有這麼厚 人家好像Woodie 14,15,16,16那些 斜到瘋的那些 它的頭表面夾100 但它斜到可以變280多 它是個速度加成的 這個又能夠有配搭 又不會被超過配搭 但五肥呢? 長身的那些甲是 那麼你打近呢 你已遇到一群是Losa 上了金凸來的 一定會穿你的 非常之容易穿你的 那OK,打近就不行,而且這輛車太大了,中置泡泡,打地形戰是非常困難的 你一想踩頭出去,你已經踩了半個車身 這些你是沒得對的 你看到你的車這麼高,你想逆擺,你想正擺,怎樣擺都會有一個最平的甲 你想擺,你想擺角,你擺不到,sorry 你想擺,你想令到正甲是斜,你就令到你的cheat平,你想令到你的cheat平,你的正甲就變成正面了 所以怎樣擺角呢,都沒什麼用 這個要打,要不然呢,告訴你,高的可以直接打他 但是因為,我不幸運,撞他,撞不到 他打得穿我,不知為何,never mind 這樣吧 這個就是裝甲的問題,他很少有甲,但實在很沒有甲 那你另一個用他裝甲的方式呢 就是令到你的目標比較小 就是打很遠,cam RNG,他瞄中間,他瞄正面,就飛去前面,下面一點點,斜到打不穿了 他瞄你的臉頭的中間,又飛去左右兩邊 這些是靠運氣跳彈的,這些 只有兩種而已 這個就是裝甲的不穩定的問題 那你身為一個重坦,但你要站到很後去用你的裝甲 你應該是非常之矛盾 哈哈,跳彈 因為是白癡輪車,多白癡 但這只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他的炮 即是如果他是可以和人換血 那你應該可能是一支很厲害的大炮 又不是,他的炮又不是極具震懾力 因為他只有600α 而且他是沒有 血彈的,非常吃虧的 他已經準備打我了,不要緊的 上血吧 一血就一定會穿的,非常容易穿的 沒問題 你打得這麼近 根本就是輕鬆穿 跳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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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跳不到 紅死了 都是兩炮三炮 都是 我擋到一炮 這麼長 因為沒有拉鋸 沒有乘途 這車乘途有少許用 遠距離有些用 這些 那些 人家明賣明賣打你 你 是不會有甲的 所以是 其實是沒有甲的 這支炮 都很難展示到 給你 看到 究竟其實這支炮 是 多麼一般 真的一般 只能打到 D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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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bills 68α也會誣到你DPM是很普通的 AIM TIME算不錯 我覺得其實火控算不錯 但是穿心不太好,DPM不太好 你沒有那種打一炮人害怕你的能力 因為有750α的60TP、E100 尤其是60TP 車身是扁的 RAWPLAY是難打的 整體來說它根本是強過5肥 防禦力、裝甲也是強過5肥 車身扁的頭打不穿 UPPL打不穿 為什麼怕呢?不會怕的 不會弱的 有這樣的配件的話 這麼扁的車身是打不穿的 怎樣呢? 人家這樣打 很難很多 261、246 5肥真是難 很麻煩 搞不定 唉